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讲述民国时期浙江东部某地,阿秀为了替丈夫还债,替久病不育的儿子春宝治病,被丈夫典荡给富家传宗接代而引发的悲惨故事。 民国十三年,穷人家的妇女阿秀因为难产在鬼门关徘徊,费尽全力,终于把孩子生了出来,但因为生的是女孩,直接就被接生婆扔到河里去了,阿秀难过的直接晕了过去。 这边,秀才李家结婚多年,未曾有一子,祖上又催得急,不孝有三,无后为大。 祖上的老人对着李秀才一顿批斗,既然媳妇不能生,你又不愿意纳妾,那就点一个女人回来生孩子。 这天,阿秀正在河边洗衣服,一顶轿子抬着李家太太走近,佣人婆子直接奔着阿秀的孩子走去。 阿秀不明所以,吓得立马上前夺回了自己的孩子,警惕地看着来人。 傅家太太上下打量了阿秀一番,回到家中,阿秀才知道,白天在河边的人是乡种他能生孩子。 因为李家至今没有儿子,看见阿秀的儿子发育不错,便找到人牵线搭桥。 他们找到了阿秀的丈夫,愿意出八十大洋,把年轻美丽的妻子阿秀点给老秀才,为期三年,以此来给李家传宗接代。 而阿秀的丈夫阿祥刚开始还觉得不合适,但听到报价后,显然心动了。 这笔钱在当下不是一笔小数目,可以够阿祥过上几年好日子了。 再加上,最近阿祥还生病了,躺在床上不能活动,外面催债的人步步紧逼,把家里稍微值钱点的东西都拿走了。 虽然阿秀觉得很屈辱,但为了替丈夫还债,和久病不遇的儿子春宝,阿秀含泪,忍辱出了家门。 很快,丈夫阿祥便和李家达成协议,妻子阿秀以八十大洋的价格被卖到李家为期三年,时间到了,可以将他赎回来。 但是如果超过期限,阿秀就沦为李家的下人。 第二天一早,李家便派了轿子来接人。 到了李家,太太又上下打量着阿秀,感觉不像是上次在河边见着的呀。 佣人黄妈解释道,那不是之前没打扮,这收拾收拾就不一样了。 晚上,太太来到阿秀房间,告诉她,你什么都不用做,什么都不用想,没事不许出门,养好自己的身子,饭菜会端到你的房间,你只是一个生孩子的工具。 太太心里其实是不太高兴的,因为阿秀在一番石都过后,竟然颇具几分姿色,这让太太有了一丝危机感,害怕自己的男人被阿秀勾走了。 而李家太太是十分强势的,本来能够接受找一个女人来生孩子,已经是做了极大的让步了。 但从没有想过给老爷纳妾,娶一个二房,不然也不会拖到现在才买了阿秀。 这边,后在家里的老爷也是早早做好了准备,本以为太太会给他找一个五大三粗的女人,见到阿秀后,着实被惊艳到了,内心很是欢喜。 怎么也没想到,太太会给自己找了一个这么年轻漂亮的,不由自主地眼神飘向阿秀。 太太很快也发现了这个情况,于是回到房间后,便开始敲打老爷,表示,阿秀是买来的,要注意分寸,晚上干完活后,还是要回他房间休息。 就这样,阿秀进了李家,阿秀刚开始对这里的生活很不适应,半点活都不让粘,不然还会被责骂。 这里的所有人好像都在时时刻刻提醒他,你就是买来生孩子的。 这天,阿秀下楼倒脏水,一不小心摔了一跤,太太瞧见了,骂了阿秀一顿,还连带着责备了皇妈。 但老爷对阿秀却还不错,似乎是对阿秀动了心,晚上偷偷摸摸地想要去阿秀房间。 太太听到了动静,对老爷又是一番敲打。 来到阿秀房间,老爷把最近刚学的诗词对着阿秀朗诵了起来,第二天嘱咐吓人,以后给阿秀加个鸡汤。 晚上,老爷喝得酩酮大醉,被人搀扶着来到了阿秀房间。 刚躺到床上,老爷突然睁开眼睛,对阿秀说,我没醉。 阿秀吓得直接坐到了凳子上,笑了一下。 这一笑,老爷更加开心了,因为自从阿秀进了李家之后,从来没有笑过。 但阿秀却很惊讶,随后又哭泣了起来。 可能他自己也没有想到,他是对老爷有点动心了,他渐渐地忘掉了自己是买来的,这次是他心甘情愿地脱下了衣服。 第二天,老爷开心得不得了,一边奔跑,一边淫湿,回到家中给阿秀带了一袋橘子。 阿秀却突然呕吐了起来,他怀孕了。 李家人开心极了,就连对他不满的太太也有了好脸色。 这让阿秀在李家的地位直线上升,什么都不让碰,什么都不用做,被好吃好喝供起来。 这天,请来郎中诊断把麦说是男孩,老爷更加开心了,对阿秀也是愈加体贴。 家里的下人猜测,阿秀可以留下享福了,生下孩子便有可能成为李家的二太太,纷纷开始巴结他。 只有太太看着,很不是滋味。 但阿秀现在怀着孩子,太太也没有再难为他。 十月怀胎,阿秀成功生下男孩,老爷大肆庆祝,举着一串鞭炮在院子里放了起来,但阿秀的好日子也到头了。 太太丝毫不再掩饰对阿秀的讨厌,不许老爷再去他的房间,甚至连过月子给阿秀送个鱼汤也心生不满。 眼看着老爷萌生了想要把阿秀留下的想法,连孩子的名字都是阿秀起的,太太下定决心要把阿秀和孩子分开。 很快,太太找好了奶妈,直接抱走阿秀的孩子。 护子心切的阿秀情急之下,说出了孩子离不开自己的话,这让太太更加恼怒,认为阿秀没有摆正自己的地位。 因此,阿秀开始被罚,成为了李家的下人,开始干一些粗活,并且不允许再去接触孩子。 阿秀只能寻找时机偷偷地去看孩子一眼。 这天,阿秀又去看孩子,看到孩子哭了起来,阿秀连忙把孩子从奶妈那里夺了过来,一边哄着,一边无意识地说着娘亲来了。 碰巧又被太太听到,阿秀遭到太太一顿毒打。 老爷也知道阿秀受了委屈,便拿出了家里祖传的镯子来哄阿秀开心。 然后老爷说出了自己的计划,要阿秀留在家里,成为孩子的沈娘。 可这明明是亲娘啊,怎会就变成沈娘了? 但阿秀却舍不得家里的孩子春宝。 秋宝一周岁的时候,春宝病得很重,阿翔表面前来送礼,实则是为了向阿秀要钱给儿子治病。 这些都被太太看到,二人争执间打碎了老爷送给阿秀的祖传月拙。 老爷知道阿秀还是忘不了原来的家,打算让他离开,但太太却不愿意。 他人走了,那打碎的镯子谁来赔偿呢? 于是老爷便想了个主意,便让他做起了李家的佣人,开始抵债。 再回到原来的家,春宝已经长大了,几年过去已经记不起阿秀了。 阿秀难过的瘫坐在地上,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为奴隶的母亲改编于柔实的同名小说。 浙东一带流传点七习俗,点七行为,是众血缘程序的封建宗法社会的丑陋习俗。 他把有血有肉的人当作无知无觉的物予以典当,接受这种漏俗的损害。 自然是由于农民物质生活的极度贫困,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。 在封建制度下,劳动人民不仅深受经济上的剥削与压榨,同时还深受着超经济的精神虐待。 连人世间普遍而又神圣的母爱感情,也受到无情的摧残。 为奴隶的母亲借善良温顺的农妇的不幸遭遇,控诉了点七这种野蛮习俗。 以及在这种制度之下,封建阶级对于农妇的残酷压榨与欺凌。 通过人物的悲剧性,突出宗教文化的无我性,深刻批判封建宗教文化对人性的戕害,反映了救中国劳动妇女的悲惨命运,对穷苦农民,特别是劳苦妇女,给予了深切的同情。 好了,今天的电影就分享到这儿,小伙伴们记得多多留言关注哦,咱们下期再见。